您好,我是 Kingston 公司的 Cameron 今天我们要向您展示如何将 SSD 硬碟安装至您的电脑中 Kingston 的 SSD Now 升级组合套件 是专门用来轻松且快速地将硬碟转换成固态硬碟的套件 在开始进行安装之前,请检查套件中谁不知 SSD 的容量 是否大于您准备替换至系统硬碟的移用容量 这是相当重要的 会要判定您的硬碟中的移用容量为何 请重新启动电脑至桌面显示为止 按两下我的电脑,然后在锡磁碟上按右键一次并选择内容 如果移用内容超过 SSD 的容量 您必须将图片、影片、音乐等部分资料从硬碟移至其他资料来源 比如外接硬碟或 USB 水深解 让移用空间低于新的 SSD 的容量 在完成安装程序中的复制注页以后 您可以将这些档案移回至原来在硬碟上的位置 关闭电脑电源并切断电源 然后卸下系统机箱外盖 通常隔接由卸下系统的侧面板或上盖 已进入电脑的内部 将套件随附的2.5寸到3.5寸固定托架安装到 SSD 方式 是将托架上的固定螺丝孔对准 SSD 上的螺丝孔 然后找到电脑内可用的3.5寸磁碟机槽 使用套件随附的安装螺丝来安装 SSD 在某些情况下 可能有必要将您的电脑随附的专属安装螺丝 或托架装上 SSD 转接器托架 接下来找到套件随附之 SATA 资料缆线的一端 并将其连接到电脑主机板上的 SATA 界面连接器 或 SATA 主机配接卡 然后将 SATA 界面缆线另一端 与 SATA 电源线连接到 SSD Zither Harp